mmy 從佛法裡面 如何來看維觀 如何來看這個宇宙世界觀 這個才是真正的實相 現在的科學界 從維持論已經走不下去了 所以想藉由融合維新論 來解決現在的物理現象 可是現在的科學界 所認識的心 認為是意識 可是意識呢 它是生滅無常的心 既然是生滅無常的心 它是被出生的法 它沒辦法再出生別的法 能夠真正出生一切的法 是不生不滅的心 而這個心 就是所謂三界唯心的心 也是萬法唯世的事 也是玄奘大師所立的真為世量 以及所住的成為世論的為世 所以這個心 這個世 是哪一個呢 其實在經典裡面就有講到 人 所有眾生其實有八個世 所謂八世 何等為八 一則 阿里耶識 阿里耶識就是阿賴耶識 也就是真心如來臟 第二則是意 意 意就要表示是意坑 三則 意識 四則 眼識 五則 耳識 六則 鼻識 七則 蛇識 八則 身識 所以在佛法中所講的 一切眾生總有八個世 所謂眾生的心事總共有八個 稱為八四新王 而在經典裡面所講的 前六四是用來了別境界的 而第七四 莫納是一根 是用來決定 決定什麼呢 決定前六四要不要繼續了別境界 而真正能創造一切萬法的心 其實是第八四 如來臟 阿里耶識 這才是生命的根本因 也是第一能辨識 所以稱為第八四 這個第八四呢 它是生命的中心法則 它具有真如法性 而且它法助法慰 法耳如是 那這個心容易了解嗎 其實不容易喔 在聖蠻經就有講到喔 如來臟觸聖身故 唯細難知 非思量境界 是智者所知 一切事間所不能行 所以這個心 不容易讓人家相信喔 可是現代的科技 從原子 直子 電子 到現在的量子力學 難道真的就是最細的例子嗎 事實上不然 在佛法裡面就講到 最細微的叫做四大極微 也稱為林虛城 這四大極微就是 地 水 火 風 也稱為林虛城 林虛城呢 在西分下去呢 就是虛空 所以它是最小的例子 而且它是原相 這是佛在經典裡面所講的 那哪一個心 能夠出生世大 極其世大 變現一切法呢 就是第八世 真心如來臟 因為它具有 大種性之性 能極其世大 變現一切法 所以在華言清裡面就講到 一切十方國土中 地 水 火 風 四大界 它可以出生 欲界 色界 五色界 乃至於三千大千十界 乃至於六道眾生 六聚眾生 所以三界六道 都是這個真心極其世大 所變現出來的 那什麼叫做三界六道呢 三界就是指 欲界 色界 無色界 那六道呢 就是地獄 惡鬼 出生 人間 一局呢 欲界六天 色界十八天 無色界有四天 這些天總共稱為天道 那阿修羅道呢 騙在五道之中 所以叫做三界六道 三界就是欲界 色界 五色界 六道就是這六道 而這三界六道呢 就是如來臟 依其其世大所成 所以在華言清裡面就有講到 這個三界為心的心 這個萬法為世的世呢 就是這個心如武功化師 能化諸世間 五運息重生 無法而不造啊 經典裡面就講 這樣的一個實相真心如來臟 它像功秉精巧的畫師一樣 能畫出十方四界 乃至於三界四千 以及眾生的五運色生的四千 都是它所變造出來的 沒有一法不是它造的 但是呢 雖然如來臟呢 極其世大變現出各個世間 那欲界 色界 五色界 雖然都四大所成 可是它出戲會一樣嗎 其實不然 在於潔世帝論卷誓裡面就有講到 這個筆天所有地界 這個講呢是欲界的第二天 第一天是四天王天 欲界第二天叫道立天 那道立天的地面也是四大 地大所成啊 可是它的細微是怎麼樣程度呢 天人踏在呢 這個道立天的地面呢 會產生有一種安樂的感覺 各位朋友 我們踩在我們的地面 有安樂的感覺嗎 沒有啊 可是呢 在道立天呢 天人踏在那個地界 就有這樣的安樂的感覺 而且踏上去以後 會陷入到足 腳伸起來以後 又可以起來 踏上去 又陷入足 就這樣子走 所以 這個道立天的天界的地大 是很細微 可是有沒有更細微的 有 在《別遺雜案經》裡面就有講到 有一位長者 而往事呢 因為恭敬請養三寶 以及他本身修有私禪 所以他捨受之後 往生了這個私禪 第六天 五六天 那升天呢 都有報德的神通 所以他會發現自己升天 啊 原來是這個原因 所以他就回到欲界人間 來禮拜世尊 禮拜完世尊以後 退座一面 結果發現 他的色身呢 他的色界天生 如蘇油融入到地面裡面 那世尊看到就跟他講 你要以出身 祥來化現 讓你的色身變出眾 才能夠安住在這個地面 我們欲界的地面 所以他就依照佛世尊的說法 就化出身色祥 所以可以坐在 我們這個欲界的地面 所以我們的欲界的地大 是出眾的 那三界的各種地大 皆不同啊 那在《華原經》裡面有講到 反正三千大間世界以及眾生 都是這個四大所成 而且《嫩言經》裡面 世尊也跟阿難講 四大合合 發明四間種種變化 所以四間的一切 不管是我們這個銀河系 三千大間世界的欲界色界 乃至於十方世界 其實都是四大所成 而這個四大呢 其實就是零虛成 你再把它細分下去 它就變虛空了 所以最小的例子 就叫做零虛成 這個零虛成 四大集圍哪裡來的 世尊跟阿難講 奴無緣不知 如來仗眾 信色真空 信空真色 也就是講 這個四大其實是如來仗 體性如虛空 但是它可以變現出一切萬法 而且它怎麼樣變呢 它的本性本來是清淨本然 周遍法界 它依照眾生的心 應該要所知的量 依它往事的業 變現出來 可是世間人無知 以為呢 這個三合大地 即世間是因緣 是自然性變現的 事實上 都是如來仗變現的 那什麼叫做 隨眾生心 因所知量 尋頁發現呢 在經典裡面就有講到 在這個社大社論事裡面就有講到 同一個境界 不同業果 業報的四種眾生 來看這樣的境界 有不同的境界的感受 譬如江水 如果是惡鬼呢 看到這個江水 以為看到的是濃血 如果是於別人出身呢 看到江水 他會認為那是他的住處 如果是人呢 看到江水 那就是水 可是天人看到水呢 因為天生細微 他踩踏在這個水上面呢 猶如踏在流離地上 很堅硬 很堅實 所以四種不同業果生的人 看到同一個境界 卻有不同的感受 這個就是隨眾生心量 隨眾生心因所知量 尋頁發現啊 那我們在佛地經裡面有講到 這個三合大地七十千 世尊就講 其實都是眾生阿賴也是 共相種子變現出來的 讓友情眾生在上面安住啊 而我們這個銀河系 三千大千世界 什麼叫三千大千世界 也就是一個太陽系 就叫做一個小世界 一千個小世界 一千個小世界 就稱為一小千世界 一千個小千世界 就稱為一中千世界 一千個中千世界 就稱為一大千世界 那何其小千 那何其小千中千大千 這三個千的名詞 就稱為一個三千大千世界 那以現在的科學名詞 就講一個銀河系啊 那到底我們這個銀河系 其實太陽有這個恆星 大概有多少顆呢 以現在的科技量測 大約有兩千到四千億個太陽系 那這個我們從地球看到太陽是這樣 如果把鏡頭往外拉 拉到太陽系 我們可以看到原來地球 是在這個太陽系第三行星 如果拉到更外面 我們發現原來太陽系 只是在這個南山步驟 東南角的一個角落而已 我們這個索伯世界這個銀河系 玉界的一大節 沉住壞空 總共有四個終節 也就是沉住壞空四個終節 每一個終節 又有二十個小節 那目前我們正處於 駐節的第九節 那每一節 玉界沉住壞空 就會毀壞一次 那到底我們這個索伯世界 是哪一尊佛來度化的呢 其實就是報生佛 盧瑟納佛 盧瑟納佛 他是住在蓮華臺世界海裡面 這個臺有千半連夜 每一半就是一個銀河系 也就是三千大千世界 盧瑟納佛他畫線呢 有一千個釋迦牟尼佛 而且每一個釋迦牟尼佛 又畫線百億個釋迦牟尼佛 來度化這個銀河系裡面的 各個行星裡面的友情眾生 所以我們這個索伯世界 其實是報生佛 盧瑟納佛所度化的世界 所以這個蓮華臺世界海 到底有多大呢 我們現在講的就是講佛法的世界觀 也就是宇宙觀 宇十方上下空間嘛 我們來看看佛法之間的宇是什麼 這個華臺世界海啊 當中有不可說佛衩 微層數香水海 而最中間這個香水海 就稱為無邊妙華光香水海 這個香水海呢 坐落在一個大連華上 這個大連華上面總共有二十層 我們索伯世界在第十三層 跟極樂世界在同一層 那以觀金來看 觀金講極樂世界呢 是從此西方十萬億佛國土 那以現在的科技 我們哈佛評估的 是兩千億的銀河系 所以人類科技啊 還要再先進五百倍 才能夠大約看到極樂世界 所以可以知道佛法當中的宇宙的余 十方上下的空間就是這麼大 但是這樣大嗎 事實上不夠 在這個華言經裡面講 我們這個華臺中原世界海 北南西東東南西北東南東北 上下十方 各有不同的世界海 而且都有名詞 都有各自這個世界海 那這樣的世界海 在經典裡面有講到 十方世界無量無邊 這個是講語 那咒呢 咒講古往今來的時間 我們這個銀河系的 御界色界無色界喔 御界六天 第一天四天皇天的一天 是人間五十年 歲數五百歲 那往上double都乘以二 直到色界十八天 乃至於無色界呢 最上面的飛翔飛翔初天 對人間來講 它的歲數是八萬大節 以時間 宇宙的咒時間來看 光是我們的三界 時間相對就是這麼遠 如果拉得更遠 我們這世界跟別的世界來比 我們梭博世界的一節 是極樂世界的一日一夜 極樂世界的一節 一大節 是聖浮床世界的一日一夜 聖浮床的一節 是不退轉迎生輪世界的一日一夜 一直下去 太多世界了 那到百萬阿森奇世界 有一個最後世界的一節 卻是聖浮床世界的一日一夜 各位朋友 你可以看到佛法當中所講的宇宙觀吧 這麼無量無邊廣大 以及時間這樣的長 真的是不可思議 現在的人類還在想意識 誤以為意識 形成量子糾纏的關係 其實佛經典早在之前就講到了 佛地究竟的量子糾纏 是什麼 我們來看廟法聯合金 耳時 恆河沙等諸佛世界 不是諸佛世界 是恆河沙 那邊有一個佛世界 就做靜光莊嚴 那尊佛叫做靜華術王智如來 這個佛世界 有一個妙音菩薩 釋迦世尊的放光照射妙音菩薩 那妙音菩薩就知道 要來蘇佛世界盡見世尊 所以跟八萬世間菩薩 在那個國度突然泌沫 瞬間就來到了蘇佛世界 這個才是佛地究竟量子糾纏 沒有時間空間的限制 所以 《環境》裡面就講到 所以諸佛世尊一樣是這個心所創造的 所以我們在無量生死之中 到底什麼是宇宙的本計 什麼是生命的實相 眾生因為不知道這個苦的本計 所以輪轉生死 無有窮盡 所以這個穿越時空超意識 它是捏盤的本計 它是真實如來臟 而所有如來臟 而縮生死者 這才是善說 當我們正為了這個如來臟 轉移了這個如來臟 就像心經裡面所講的 心無怪 無怪故無有恐怖 遠離堆倒夢想 究竟捏盤 所以各位朋友 有想要了解什麼叫做 宇宙生命實相 想要了解生命大海的輪廓 究竟的真理是什麼嗎 歡迎各位朋友來閱讀 玄奘大師所著的成為時論 就是在講這個 向下 好 好 賢 Tina